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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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饿 你快点醒过来 不然我要哭给谁看了 金正 好饿 金正 启音 我没事 我没事 那就好 金正 放心 我不会扔下你的 我们连自己的来历 都还不清楚 半辈子不明不白的 就这样死了 我不甘心 我睡一会儿 明天 才带你出去 我们要一起 活下去 我 骗人是小狗 金 你 要是我看见了掉牙该多好 就不会让你 跟我一起说 这个罪 没 没关系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以前遇到 生死相关的事情 这只左眼 都能提前看见 为什么这一次 没有看见 我想要 看见 我 我想 看见 只是睡着了 找到你了 不许过来 我 去吧 力骨断了 幸好没有扎进那幅 竟然薄命至此 连封印都险些被破盖 树玄姑娘 其伤是十分严重 可否让她回天晴之海休养 师父 闲情怎么样了 你不总说她祸害活千年吗 师父 她没有大碍 叶深了 你先休息吧 我去找那两个年轻人 我也一起去 我去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死不了 朔璇 金钊呢 还没死 太好了 朔璇 这里是哪里啊 那些水炮是什么 想见玉金钊就跟我来 宝贊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记住这里的风景 说不定有一天 就再也看不见了 带我去找金昭啊 除了那个家伙 你眼里还有什么 为什么生气 永远顶着一张白痴脸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看着就生气 朔璇 凌云怎么还不回来 要不我就可以不用管他 这边 我看不见了 你是谁 无名助语 你是 我好像见过你 我不曾语辱相见 可是 我觉得你很熟悉 好温暖 你不是要找月金昭吗 对啊 金昭呢 他未死 你能带我去看他吗 金昭 他伤得很重 不过已无危险 你走开 小桓 没想到你也有被小姑娘讨厌的时候 喂 没见我正在为她疗伤吗 是你们害得我们受伤 好了 是我错了 起 收剑 扁洛桓 无忌在此 不容而对他自意忘语 小人之错 他代入如何 金昭是这世上 带我最好的人 周身多处骨骸裂损 内腹瘦创 竟还能坚持带你 逃出那么长一段路 除是是吓了我一跳 君上 既然他们都已脱离危险 我要送他们回印马河了 拖延太久 恐怕会被人发现 多谢君上体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老大还没训完 训完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嘛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莽撞 三哥 我知错了 好了好了 玩去吧 老大每次真跟你动气过 三哥 你待会儿再帮我求求情吧 老大 我回来了 情况如何 齐已激进康复 月今朝也恢复良好 清妃姐送他们回印马河去了 在天晴之海所见所闻 我已命齐一概不许泄论 对了 齐的封印似乎有些松动 我们已经对他重施封印 抑制他的力量 老大 你想咳变咳出来 我仅能尽力为你稳定状况 但内府刷带无药可治 不如咳出来 让自己舒服些 我还能拖延着急 不出一年 不过 老大你天做英才 我才不信你真的就剩这么点时间 足够 天晴之海之事 必须在一年内了解 对了 这次 法小园禁足多久 一个月 我还信誓旦旦同清妃姐说 月今朝和贤清不会冲动冒险 老致后面 有这许多风波 是我考虑不周了 由西域前往景安 十有八九会经过风烟疫 而高潇现任该处浪影阁的思照 很可能撞见我们 他又跟那几人有旧约 眼间你对那几人手下留情 竟然还上前寻仇 蠢到如此地 高潇这等人才 正可以用 你是想 让他来做收尾之人 此前落日部 莫名出现龙京之事 你尚未说完 对 老大 此事着实蹊跷 机关箱 为储藏几魂珠之用 除了当地司照之外 只有我们四人知晓 如何安全开启 而当时 高潇已离开西域 当日清晨 我才检查过箱子 并无异状 居尸方打开箱子后 里面却出现了一块龙京 老大 你说怪不怪 嗯 而且龙京 仅供机关造具 宁远之用 本不应留出御节书 怎会出现在落日部 此事交由我处理 日前西域传出流言 洛家藏有一颗家传宝石 名犯热 你做何想 之前 我与洛蛮明谈话过后 发现他对于解除血腹之法 似乎颇感兴趣 他之前对九泉并无出格行动 而助语方面 也临近紧要关头 所以 我本打算等以后再和他计较 如今 他将热海之名招摇于世 恐怕是不满我们的怠慢 意图以热海威胁我们 我只怕 这会引起 助于那边的注意 九泉生乱危及六界 如今雾魂之困未解 热海断不可再出意外 把那瓶联络落 落埋名用的热海之水给我 你先去休息 老大 你小心点挥霍精灵 不然我们这病残弱小 可就要四缺医了 滚 我这就滚 你也早点休息 果然 如你所言 浑身难受 齐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周 你好了 好多了 琪 这是哪儿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还没告诉我呢 哦 金周 那天 抱歉 没能立即下牙去寻你了 没什么 那是大家都有麻烦吗 贤轻怎么样 不过妖力损耗过去 休养几年变革 当时 真是多亏贤轻胸了 以前 我在正午盟中 听过一些妖魔乱石的旧事 本来还以为妖很可怕呢 不过这次碰见了你和 我就不这么想了 我觉得贤轻很好啊 妖魔行事随心所欲 我恢复一时鲜血来成 便取你们性命 也未可知 你不会 赵燕如此信任我啊 谢谢顾前辈的救命之恩了 错了 能够获救 首要还是靠你们自己 坚定的求生之心 韩将兄何时学会鞠躬不自傲了 岳小哥可不像某人 他既感恩言谢 我自当报以千啊 你输了 岳小哥 我有些事想与你确认 又临阵逃脱了 贤轻兄 正式要解 顾前辈又赖起了 这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 你还数这个啊 明明是个无赖 却顶着张温厚的脸迷惑时 既然你如此不满 下山的路便在哪 殊不远送 岳小哥 有一事十分蹊跷 我们寻到你和岳姑娘时 岳姑娘已激进痊愈 而你的伤情 也明显经过医治 此外 当时你们身上还沾染了些微妖气 据贤轻所言 与当日 你们在落日部所见的那位朔玄姑娘的妖气 十分相似 有这事 关于你们那两日的遭遇 岳姑娘也说记忆模糊 我怀疑 在被我们寻到之前 你们或许还另有其遇 你再回想一下 若是想起什么 便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参想 不过也不必过于勉强 还是先休养妖气 此外 我习有一些健身法门 你不妨一试 或许有助恢复 谢谢前辈 我习惠惠的 我习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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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小哥恢复得很好 但还是要注意休息 今朝不会有事的 我就知道 顾书真厉害 七 别对前辈施礼了 哦 叶姑娘天真烂漫 顾某并不以为是 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